由分得策動 全港學大STEM出創意 中環下節 今年大會就設立了 技能高卡車、遙控車足球 以及體育賽艇三個STEM的比賽項目 希望啟發同學的創意思維 在早前的技能高卡車 和遙控車足球初賽 每個同學都士氣高昂 希望成功出線 連在場的觀眾都緊張一份了 最終有14隊的技能高卡車 和16隊的遙控車足球順利入圍 他們會聯同體感賽艇的精英 在六月尾的總決賽爭取樹榮 這輛高卡車好帥 整個真正的賽車 試試坐 拿著它一定很好玩 試試 大驚小怪 這輛跟真正的車一樣 是有一件件零件組成的 同學說 你們告訴他 究竟這輛車是否很難組 當然是難組 大會有規定長褲高 如果太長的話 又要拆掉它 如果拆完 再組合又錯的話 又要再拆了 很多零件 跟螺絲一樣 都有很多 很容易搞亂的 很容易組錯了 又要拆出來 要重新再組合 知道了嗎 這種高卡車 由組裝到走得動 要求很精準 一點點菜都不可以有 當中蘊含的 Stamp原理也一點都不簡單 高卡車和真實汽車的原理 其實很相似 兩個都是需要動力推動 而真實汽車的動力來源 就是在引擎上 而高卡車就在馬達上 另一方面 就是汽車和高卡車 所以汽車都需要做轉彎 兩個都是用相同的一個轉向系統 可以扭動太幅的話 就可以令車輪轉左或轉右 在初賽裡面 其實高卡車用了兩種能量 第一種就是電力 第二種就是人力 至於人力 我們運用了 就是踩單車的原理 驅動高卡車去動 我這麼高, 位置真的有點窄 同學, 我想問一下 你們如何為司機調整一個最佳的位置 我們在製造車的時候 就考慮造車的高低位置和前後 我們發現高座位在轉彎的時候 比較容易濕去重心 所以我們就選擇調低座位 令車手不用那麼容易濕去重心 是不是學到很多東西呢? 踩一架車一點都不簡單 還有很多其他想學的原理 製造高卡車的過程裡面 其實調校椅子的高度也有影響 因為不同的駕駛者有不同的高度 而坐在這裡的時候 腳跟腳踏之間的距離都會不一樣 如果選擇了一個矮的同學去做 駕駛者的時候 坐位跟腳踏之間的距離會比較短 但突然如果轉了一個比較高的駕駛者的時候 他的腳跟腳踏之間形成連綱運動 可能幅度會比較大了 變成他踩的時候也會踩得比較辛苦 我留意到他是用摩打梯用齒輪行駛 如果改變齒輪的組合 會不會令他走得快一點呢? 高卡車要組裝的時候 就要好好運用這個齒輪比 譬如我比賽的場地如果是平路比較多的話 我們會選擇由大齒輪驅動細齒輪 即是我們踩一個大齒輪、一個圈子的時候 輪胎可能會轉很多個圈子 變相會更快 原來這些原理還可以應用在單車上 那我下次上車就可以省力一點 慢著, 我有個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就是為何可以令車快得來 入彎的時候又不會反? 在入彎的時候, 我會嘗試不同的方法 令我可以在轉彎的時候更加貼內圈 減少車走的距離 令我可以在賽事中走得這麼快 慢著,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把車改裝成三個輪 會不會順暢一點? 如果高卡車變成三個輪 有機會會令活一點 我們就要考慮一下 前面一個輪, 後面兩個輪 還是前面兩個輪, 後面一個輪 如果前面一個輪, 接觸點比較少的時候 轉彎的時候可以很輕鬆 一樓便容易轉彎 但如果前面兩個輪 轉彎的時候會比較平穩 不過在三個輪的設計 都要考慮一下 如果高速入彎的時候 很容易會反的 STAM的原理就明白了 是時候要… 試試它的速度感了 喂…我還想繼續試 我試完, 你就能試試我一行 好… 這次香港學界的盛事 有近50間小學的STAM精英 齊齊參與之外 我們很歡迎大家來到 中環海濱活動空間 為他們打氣 還可以參加多個跟STAM有關的展覽 有好好玩的遊戲和工作坊 將STAM融入生活之中 啟發小朋友的想像 可以是無限大 FingBick集中 全黨學界 STAMLOOK創意 中環下次 到時見 YEAH… YEAH… 如果想第一時間 收看更多精彩的新短片 以及收到第一手資訊 快點去FingBick的 YouTube Channel專頁 按下定制 這樣就可以了